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最近在网上看一些新闻时事 有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把我逗得快笑出声来了 什么事呢 这个事是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乐玉成 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 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两三年 由外媒对中国的政要进行专访 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引起了我的好奇 我说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呢 看了一下整个的专访很长 是长篇大论 那么美联社的亚洲新闻总监 他抛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由乐玉成作答 他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是乐玉成长篇大论 在讲他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一个立场 那么整篇看下来就像是一个公关稿 新闻稿一样 就是这个记者并没有真正的去问一些尖锐的问题 然后在乐玉成作答之后 他也没有追问任何东西 然后就紧接着下一个话题了 就好像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准备好的 而且是经过乐玉成本人 或者是乐玉成的团队进行筛选过 然后做好了准备 所以说乐玉成可以侃侃而谈 然后在这里边非常有条理的 就像是完全经过修饰的那种公关稿一样 我想这一次外交部应该给了美联社不少的经费 所以说美联社就给了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一个宣传 中国政府观点的宣传政府立场的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确实外媒在中国已经被赶出去很多了 更何况现在全世界的整个舆论对中国都是非常负面的 中国领导人也不愿意接受外媒的采访 所以一旦接受了 那一定是双方商量好的 提前把这个问题提前把答案都已经对过了 所以说这不能算作一个所谓的专访 只能说看作是一个美联社给中国政府一个平台来宣传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想美联社应该是有很多好处的 否则的话不会做这种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那么这里边乐玉成讲了很多很多 涵盖了所有的我们现在最近关注的这些话题 我就不一一讲了 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立场是什么了 去看看新闻联播 去看看新华社 去看看环球时报就知道了 但这里边讲到一点特别有意思的 那么记者问到了说中方对台湾的问题 有没有回归的时间表 听这个名字回归的时间表 这个问题问出来 很明显这个问题就是经过中国外交部自己的修改 筛选出来的 因为这个问题里加了一个回归这个词 真正的像一个中立的客观的国际性的媒体 是不会用这种词的 用这种什么回归这种词 很明显这是站在了中方的立场上来问的问题 其实其他问题都是这样 都是像自问自答一样 那么这个问题问完之后 他的回答是说 中国的国家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大势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 我们永远不会允许台湾独立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立场坚定不移 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同时不承诺放弃其他选项 任何选项都不排除 然后这个人就问了说 中方并没有时间表 那么当前这个情况可以持续多少年 然后乐玉成就回答了一句话说 这是一个历史进程 就完了 他没有说具体多少年 他讲这话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就跟没讲一样 完全不出所料 中国政府官方立场一直都是含糊不清的 之前我专门做节目讲过好几次了 就是所谓的统一台湾 或者台湾回归的问题 他现在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一个状态 因为台湾现在明显就是一个独立的有主权的国家 毫无疑问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政府 它是伸不到台湾去的 管不到台湾的 台湾跟谁交往 台湾自己的政策如何的制定落实 对吧 台湾如何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这都是独立做出的 没有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指挥允许 所以说他说不允许台湾独立 本身就是很笑话的 因为台湾现在就是个独立的状态 你不允许 那你武统 你又不敢 你又没有武统 然后别人问他 你什么时候 真正的让台湾统一回归 他又拿不出任何时间表来说 这是历史进程 我也可以说中共早晚要倒台 你问我什么时候 我也可以说这是历史进程 这是大势所趋 对不对 你找不出毛病来 但是有一个人站出来了 这个人谁 这个人是一个军事专家 叫做王飞云 网上的材料显示 他是一个什么国防政策研究会的研究员 而这个组织是一个 我们不知道是哪来的一个组织 在网上也很难查到这个组织 就是一个不知道哪冒出的一个人 他就开始要解读外交部副部长的说法了 然后在香港党报 就是文汇报上 他接受了文汇报的采访 他怎么解读呢 笑死我了 他说乐玉成的这个回答实际上证明了 对台湾是有一个回归时间表的 乐玉成没有说出这个时间表来 但是他解读出来了 不知道他是怎么解读出来的 然后他说这个统一 不会无限期的延迟下去 那么这个时间表有两个界限 一个界限是最快会在明天 另外一个最晚不会超过本世纪中叶 我看到之后立刻恍然大悟 我觉得从他的对这个乐玉成的解读里边 我好像找到了一些灵感 所以我这个节目的标题就讲了说 中共的倒台也有一个时间表 不要以为中共不会倒台 是有时间表的 什么时间表呢 最快就是明天中共就倒台了 最晚也不会超过本世纪的中叶 按照这个王飞云解读乐玉成副部长的说法 给出了一个统一台湾的台湾回归的时间表 那么同样的我也给出了一个中共倒台的时间表 他说统一台湾肯定是在本世纪中叶之前 他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庄严的向全体中国人民 以及全世界都承诺了 到本世纪末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任何一个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 都是在统一的状态下实现的 所以中国统一的最后期限 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这个历史进程不会超过本世纪中叶就将完成 那么台独分裂分子 无论是企图和平台独 渐进台独 还是法理台独都没门 那么他讲的是到本世纪末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 这是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大家实现伟大复兴 那么本世纪末是什么时候 本世纪末我们姑且算是2099年 据到现在至少还有70年 对不对 基本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 或者至少一半以上的今天的中国的成年人 都看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一天 都有可能 就是很有可能 因为如果他按照他最晚是本世纪末实现的话 从这也可以看出来 他就继续的画大饼 忽悠对吧 很多公司老板不都喜欢这么做吗 给你画一个大饼 未来几年我们就要上市了 大多数员工可能等不到那几年 就离职了 就辞职了 而且不停的一拖再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的 总之就是他如果规定了是 伟大复兴的时候一定是统一的 那么伟大复兴是在这个世纪末 那是不是统一应该是在世纪末 他怎么突然又提前 这个50年了 对吧 又提前到本世纪中了 这就是他一拍脑门想起来的 他一拍脑门说出来的 如果说本世纪末太遥远了 很多中国人觉得你是大忽悠 所以他就讲一个本世纪中 但问题是本世纪中 据到现在 还有至少30年时间 所以说你把这个时间放在30年 你做出什么承诺都可以 你做出一个30年之后 世界末日的承诺 我估计你都可以聚集一大群的粉丝 你可以当教主了 对不对 所以说30年 说实话太遥远 你做出任何承诺都有人信 所以说我看到这些大忽悠 真的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你还不如忽悠一个20年 不是更带劲吗 你忽悠一个10年 更让中国人民觉得 这些小粉红这些五毛感觉热血沸腾 对不对 你还不是说10年的 还不是说20年的 能够30年还是看太远 对吧 我建议以后大忽悠们 尽量的把这个时间缩短 你可以忽悠5年 忽悠8年 至少你还能骗5年 还能骗8年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 这些人真的非常可笑 所以我就开玩笑 中共倒台 也是跟他一样 但是说实话 我对中共倒台的这种信心 要远远超过中国共产党 他们武统台湾的信心 所以说我觉得倒台 可能用不了30年 用不了30年 所以说这些人应该向我学习 我至少敢说 大概10年左右 估计就差不多了 政权就要摇摇欲坠了 10年左右就够了 他们武统台湾 这样的夸下海口来 或者是不管武统还是河统 他都不敢说10年 还弄一个什么本世纪中叶 没必要 既然都是骗 既然都是编 还编得好听一点不好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最后只有拭目以待了 谁都验证不了 现在我们说的 是不是事实 或者是是不是和真正会发生的 还是只是打嘴炮 对不对 那么就看看到时候 10年之后 20年之后 30年之后 发生什么就可以了 就可以印证这些人 是不是忽悠 所以说今天 你怎么说都可以 你可以说明天就开战 你也可以说 本世纪中叶才开战 相差好几十年的时间 这就给了无数的这些 想窜红的 想讨好主子的 对吧 想骗流量的这些人 给他们机会了 可以在这信口开河 那么最后 我再重新 重申我的一个看法 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统一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出现的 除非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未来过了N年之后 出现这种邦连的情况 那么这也是可能我们这辈子都看不到了 那么那种太长远的预测 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总之就是在我们有生十年 在未来的可见的未来 我想台湾跟大陆 它就是两个国家 台湾甚至可以以台湾的名义 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当然它今天已经是一个 实在在的真正的国家了 刊登不知名的军事专家的 这种说法的党媒 叫文汇报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急于的去找个人 去解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说法 然后给中国人民打气什么的 其实他也是为了媒体 为了文汇报 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经费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关注 确实你看他讲了这话 我们这些节目就评论他 就提到文汇报对吧 就增加他的曝光度对不对 这是他的一个小九九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实际上他就是想炒作一下 他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而且只要他顺着共产党的话讲 他觉得自己就很安全 而且他还能够获得上边的奖赏 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就在旁边点击排行 就这个文汇报的网站上的 第二个前英国媒体人说 中国比西方国家更民主 你看到吗 我都没有点开看这篇文章 你去看这个标题就觉得 你就知道了这个媒体 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是到底有多么垃圾 你看这个标题就知道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再看所谓的 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解读 对回归的时间表的解读 我就觉得是非常可笑的 也是非常荒谬的 回归这个词用的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 在1949年的时候 台湾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OK 他从来没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弹劾回归归哪去 对不对 归日本还差不多 对吧 归大清帝国还差不多 他确实也是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部分 而今天中华民国理论上还在台湾 所以说没有回归这么一说 只有什么 只有武统 就是武力的暴力的统一台湾 也就是侵略台湾 而越是往后拖 中国跟整个全世界的关系 就会继续的恶化 而越恶化 他去打台湾 越会遭到反对 越会遭到抵抗 越会遭到全世界的这样的群起而公之 所以说我早就讲过 统一台湾或者武统 就是发动武装侵略台湾的这种机会 其实已经过去了 最好的机会就是中国跟西方国家 关系最好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碍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位 碍于跟中国的密切的这种经济的交往 西方国家有可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或者是捉摸作样的谴责一下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美国现在已经彻底的 把中国当做一个战略的敌人来对待了 而是整个西方国家 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反人类的政权 认识的越来越清晰 而这个时候 中国如果冒天下之大不为 发动战争 破坏两岸的和平 破坏地区的稳定的话 我想结果不言而喻 那么过去这几十年的改开放的 所有的成绩将全部禁毁 而且中共政权也会彻底的垮台 所以说他现在只敢打嘴炮 而不敢真正的有行动 让台湾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状态 让台湾真正的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他不敢 当然了 不代表他未来不敢 未来他可能会铤而走险 而全世界到时候 必须要做好准备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